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 今天是这个月一组的赛事 那今天的辩题是一题双题制的辩题 那甲方是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应该公告天下 和月方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不应公告天下 那今天对赛双方的学校 分别是正方的宣度会陈瑞之纪念中学 和反方的荃湾观纳中学 那在介绍今天的比赛辩论之前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辩论比赛当中 判别胜负的灵魂人物 一共有三位评判今天帮忙担任评判的工作 他们分别是浸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朱伟东先生 接着是崇申书院辩论队组 崇申书院辩论队总顾问老师 罗斯华老师 还有香港中文大学阅语辩论队前队长 王军豪先生 那也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正反双方参赛的辩论员 首先是正方的主辩关乐堯同学 正方第一副辩王卓桥同学 正方第二副辩王晴恩同学 正方结辩温清华同学 还有反方的同学了 反方主辩陈延乐同学 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名字是反转中 哪两位啊 是一二副辩论了 好,即是你们调了 OK,没问题 好,那重新介绍一次反方 反方主辩是陈延乐同学 然后反方第一副辩是链信恒同学 第二副辩梁耳乐同学 还有结辩国展程同学 好,那在开始前也都为大家简介一下今天的辩论比赛的规则 今天的辩论比赛分别分为主辩台上发问第一副辩 第二副辩答发问和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四三三四 在双方主辩发言完成之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的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正方的一副会紧接着发言 接着返方二副 完成了二副的发言之后 会接触发言 当反方二副完成发言之后 就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 就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和台下发问环节之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三十秒 会有一叮的提示 叮 够钟就会有两叮的提示 叮叮 超时十五秒就会连续叮几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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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就会开始扣分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发布了各个参赛院校 请问各个同学对于赛规方面有没有问题 是 是 好 开始之前也提醒一下评判 因为今天的赛事是用双提制的 所以在过程里面 正反双方都会需要有论正责任的 请评判评分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这一件事 如果双方都对赛规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 比赛即将开始了 首先请正方的主便可以到台前预备 请问听不听到 听到 好 如果你预备好可以讲开始 开始就会计时了 叮叮 主席评判镜头视的各位 大家好 今天变提西多枝破家 不是讲实际的政策 而是一个假设的情况 变提所置的虚拟 就是指我们是真人 但原来身边的一切都是假 就例如 我们以为自己打个辩论赛 但原来我们的真人 根本就不是在这里打着一场辩论 当然大家可能立刻会问 何一个真实的人呢 我认为真的定义 在于有独立的思考 就是拥有清晰的自我认知 以及思考能力 而不是一个由电脑 或者超持力量所制造 或者控制的个体 因为恒例变提的 必准在于公道天下 是否能彰显我们作为真人的定位 就是是否有助我们继续独立思考 移持续探索我们的人生 并且从中意识到自己生存的使命 及意义 因为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我们会思考 知道自己的存在 不同于我手上的这张便卡 他当然是存在的 但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存在 我才理解 我可同意这条便提的原因有三 第一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真相 从而为自己作出一个选择 不如外在的世界是真还是假 如果我是真 那我就有责任去和身边不知道真 或者假的人去说出这个真相 如果他们是真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决定 是否接受这个世界 还是一起去做些事情改变他 当然如果他们都是假 那我就可以独自去做这个决定 我打个比喻 上世纪的经典电影 奇诺里维斯所主演的 22世纪杀人摩洛 就是一个类似的故事 你知道了真相之后 是绝对有权去叫醒其他同伴 但原来其他人不愿意被叫醒 这就是他所做的决定 相反有人愿意被叫醒 大家就可以一起去想下一步怎么做 有这些思想要决定才配正之为真的人 第二 如果大家选择去改变 改变的结果其实都可能是好 让大家更有意义地生活下去 例如经典哲学小说 《苏菲的世界》 就说出了主角苏菲意识到自己 只是一个被操控命运的虚言人物 所以就决定去向创造者抗争 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因为知道了世界的真理而放弃自己 反而是用尽全的追求真理、尾线、道德、知识 当然即使大家选择去改变 结果也不一定是好 可能最后是一无所获 但人生的意义绝对不只是求开心 真实的意义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即使选择之后的结果不好 但自己选择之后才算是真正存在过 这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第三 退一步想 可能我们说完出来 最终其他人决定什么都不做 或者不改 又或者我们如果真的无能力去改变任何事 其实这样也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大家经过了思考 接受了命运 去做一个被控制的人 这个情况对于支持者来说并无损失 因为他本身已经被人操控 但是他经过计算之后 知道了反抗的利益绝对不高 一次就决定继续被控制 他其实什么损失都没有 情况就好像无功能一样 身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 我方是绝对尊重任何人 经过思考之后所做的决定 无论是服从或者反抗 但如果世界需要进步的话 探索就需要有人去主动发声 去说出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真理 去帮助全世界作出一个更正确的选择 所以我方的结论是公告天下 最差的情况就跟公告一样 但是有机会好过不公告 因此我们应该公告天下 谢谢 整方主编的发言时间是4分05秒 没有过时无需求分 接下来有请月方的主编 可以到台前预备 你同样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你就可以说开始 可以 好 可以开始 谢谢大家 各位大家好 有方说今天变题集中于 虚拟世界的真人 有血金 难道人的角色又是真人了吗 还原基本部到底变题中的你 是一个什么人呢 是鱼臭美肝的小朋友 是有权位的专家 还是国家元首呢 有方说无论什么人都好 总之知道真相 就一定要公告天下 但有方明白 不同的你要权衡的东西就不同 所以行里面提就要看一下 将虚拟世界这个事实公诸于世 对于自己 或是世界 会不会带来白火逆转的负面影响 首先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公告天下 可以改变到什么呢 人生是不会知道 因为身处于虚拟 或是真实世界有所改变的 当你跟全球首富说 哇 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又方与其他会怎么做 放弃追逐名理 放弃金钱 这么想就大错特错 因为他已经在虚拟世界 再用最多的金钱和权力地位 就像香港人那样 就算红与黑与四线坦漫 一样照常上班 不知道你世界发生什么事 又来试想一下 你将这件事放上社交平台的动态 其他人又会怎么做呢 答案就是 按走限时动态 看都不会想看 因为身边的所有事物 哪怕只是一堆情食 但对于我们人类而言 无论喜怒哀乐 都是各自感受 那别人不信你也算了 最惨就是全世界 如果当你失心疯 后果就不堪切想了 之后加苏格拉底 在湖西纳时期 向西人分享过 互料心灵的世界观众真相 但就因为这些看法 跟当时交情的主流娱乐 将维会最后被公开处死 一方成立变题 最大原因就是觉得 有人有知情权 但如果有知情权 就等于什么都要知 那么这个世界 有什么是不需要知的呢 今天变题还有什么讨论空间 所以当大家开心过活 而你选择逆天而行 将在世人眼中的谣言说出来 让自己想法强加在他人身上 令到自己变得声名伦直 挑战杀身之祸 对自己而言有值不值得呢 其次如果你是社会上 有名望的丁明或专业人士 其他人就会因为你的言论受到影响 更加要审慎行致了 假如你是一个科学界巨头 全世界坦白说 世界是虚拟的话 科学发展分分钟会陷入走他的局面 一个科学家一生追寻 探索事物的欧非 所以一个又一个的科学理论 便特意被发现 背后的动力 就是建计于对世界的商念 忽略自己所做的事 能够换取实质的成果 但某一天 科学家知道他一生追寻的事 只不过是一堆程式 只不过是电影情节 或者只是故事中偏谈好的情节 所有东西都被援隆于鼓掌之中的时候 曼联吹灰 只问他们有什么东西 去继续努力呢 当得知所谓万物 只不过是虚拟的时候 他们心中的信念也会随之被摧毁 这会变得更消极 令世界发展停滞不前 可能会有些事情选择不说 才是最保护到大家 今天你是被选中的小孩 得知了这个事实 但西上有样东西叫白色方言 就是宁愿自己选择承受真正的痛苦 换来世界的安稳和和平 说出来 正 干扰世界 收益 保护自己 维护世界 有方你会怎样选择呢 多谢各位 反方主变发言时间为4分09秒 无过时 无需扣分 接下来会进行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请正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员 向反方的主变提问 发问时间会有一分钟 然后反方主变会准备一分钟 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会有15秒的一定提示 之后会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员 向正方主变提问 发言时间同上的 双方均向对方提问一次和回答一次之后 就会回到正方一负的环节 请问双方对台上发问的环节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首先有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 向反方主变发问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是 清楚的 可以 定 主席 判判在座各位 网方就认为真人就是应该要有独立的思考 所以网方认不认同 人是有权利去做选择和决定 这些人是应该不断地探索的呢 多谢 现在有一分钟给反方的主变准备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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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凡方主便作答 预备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 好,可以开始 订阅评论,首先多谢尤方的提问 尤方刚问我们,尤方人生应不应该 可以探索任何选择呢? 我的答案就是,当然有 因为他们可以去探索 可以去尋求真相,但是 有方你宁愿活在一个 推而赚安稳的世界,还是 真实而很混乱的世界呢? 多谢各位 好,接下来会由反方任意派一位辩元发问 再次也提醒三位评判在评分的时候可以注意分子 这个环节里面 正反方发问和作答的次序在分子上是调转的 好,如果 粤方的同学准备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 刘官,各位 请练,今天ати网圜 提到一个极大的假设 就是,你这个人 是一个真实的人,以及它能寻喏 真实的世界 但首先想这个假设 不一定是真实的, 如发现自主意志在电影的情景里面 可以指的是你角色的剧本 其中一部分 不同最困難,有机会使你是不能 能夠去到真實世界的情況之下 那人如何到達真實世界呢? 是否只有不斷地努力 就能夠去到真實世界呢? 那假如最終不斷努力都去不到真實世界的話 那做來有什麼意義 那是否又會令到整人的生活變得更加負面呢? 多謝 最後有一分鐘時間給政方準備 可以開始 好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正方派出主便作答 請問聽得清楚嗎? 是清楚的 說可以開始 可以 首先很多是有科同學的法律,但我非常質疑 我們想請教有科同學這個人和這張變卡是有什麼分別的 這張變卡是有心靈,有自於思考,它全部都沒有 所以這就是變卡和我們身為真人的定義 我們覺得 因為他們沒有善用他的獨立思考 不代表他們是沒有獨立思考的 這也是他們經過思考後做出的決定 我想是保持一個絕對尊重的態度 還有我們想反過一件事 我們從來都沒有說過 我們是需要去一個真的世界 我們需要去找到一個真實的世界 我們是 我們只是想去探索一個世界 探索我們一些未知的東西 去從而令人類進步 就算最後一些人是不信 其實都是並非有影響 最壞的情況是沒有人信 沒有人信 本來就已經是身處這個情況之下 有何來的地處還有影響呢? 謝謝各位 叮叮 好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之後 現在會回到負面發現的時間 首先有請正方第一負面發現 你有三分鐘時間 正方第一負面可以預備 當你預備好可以說可以 正方看得清楚嗎? 清楚 可以 叮 其實有方同學我們見到是他根本自相謀行 有方同學就說他的標準是 是有不可逆轉的影響 對這個世界 但又說對於日常生活其實沒有影響 有方同學你解釋一下這個自相謀行的位置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再者 無論我是什麼身份 應該是有責任去說 因為我是一個人來的 有方同學 其實再者 其實你沒有人信是沒有問題的 你就繼續過你的日子 其實你選擇完常生活 這個也是一個經獨立思考之後做的決定 信不信從來都不是一個重點 我們從來也沒有說過要什麼去改變 最差的情況就是什麼都沒有改變 大家就繼續過你的日子 我們做的不過是靠轉引入去等大家 比如一些科學家 大家一起思考交流 討論 其實再者 我們有公告性可言 以防有方同學 不知道什麼叫公告性 意思就是說會影響到很多人 公告天是關於世界構成的影響 比如說天文太空 甚至我們醫病教育 可以有新的看法 所以我們更加應該拿出來討論和證實 再者 將自己想法加在別人身上的是有方同學 其實今天這個變題 是只是創作性或者不真實的變題 但背後仍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 比如說全球暖化 世界銀行估計在2050年之時 氣候難民人數是增加到1.4億 即是歐洲面對敘利亞危機的100倍 這似乎是一個真相 但亦只是一個估計 很多人都對他們來說 又不是迫在美智 沒有辦法即時證實是還是不是 那些害處亦知有還是沒有 其實我們是應該說還是不說 我方認為是應該說的 雖然沒有辦法完全證實 但相信的人有權想想怎樣應變 你不信你便會儘償你的生活 另一方同學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你逃避你不聽不看不想 的確我可以跟你講你死硬 但你不怕面對又隨時有更加的結局 同樣道理換成虛擬世界 你不公布天下 大家亦不能想出路 你公布天下 大家可能不相信 那你便不相信 同樣是沒有壞結果 因為你本身就是這樣 再舉個例子 今天我們方的主辯 男朋友出軌 我見到他男朋友出軌 其實我是有責任去說的 有方同學知情權很重要 你的選擇也不代表全世界的選擇 沒有人有資格代替別人去選擇 無論結果好還是壞 我們應該把真相說出來 是應該把決定權和主動權交給別人 我跟我方的主辯說 他男朋友出軌 他選擇用什麼態度 而是他自己的事 而不是應該我們幫他去決定 人是有獨立思考 我跟你說真相 你就自己選擇用什麼態度面對 如果你選擇安醫現況 那我方是對尊重 其實有一方同學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其實你明知道今場的辯論比賽是假的了 評判也一定比我們正方贏 那你們作為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 是不是會亂打 甚至是拳打呢 多謝各位 好,正方第一負面發言時間是2分55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接下來我們有請反方第一負面 師妹 upgrade,聽到嗎 清楚的 預備好可以說可以 可以 好,開始 一方那麼長全場都很嬉喻 談到兇虛擬世界這個人 就好像逃出新天那樣 但今天友方定義根本就不合理 今天友方說到我們一定要是真人 才可以說我們知道虛擬世界 但今天例如電影《死事》等等 他都知道自己是虛擬 可以打破第四面牆 跟觀眾直接對話 但是這些故事中的角色 難得友方定義中中 活在虛擬世界這些人 就不可以立入變態討論範圍之內 而今天友方最大的假設 就是他們可以回到真實世界 而是友方說到應該說的原因 對不起 第一個就是他們有人身的意義 友方說了很多例子 黑客帝國、蘇菲特世界 他們在故事中可以去到一個所謂的真世界 但如果今天友方跟這些虛擬的角色人物說 你們所謂逃出的真世界 學取的自由 全部都是我們故事作者擺佈的時候 友方那些人 他們的人身意義還在哪裏呢 友方又說到 我們要令人有知情權 因為這件事對全世界都有影響的 又說到全球暖化的例子 全球暖化的例子為何要說呢 因為它會對我們生活造成壞影響 但今天虛擬世界呢 是不是我們 友方都會說 我們知獨和知獨都可以這樣生活的時候 有什麼必要性去說呢 而今天就算有知情權在這裏 友方說出來 人又信不信呢 全球暖化之所以 人人都信 因為我們看到冰川融化 氣候上 氣溫上升 但今天虛擬世界 友方若然證明到的時候 是否只是對自己造成殺身之禍呢 友方說到虛知情權就可以凌解一切 是否就可以進行道德綁架 就算有殺身之禍 都在所不惜呢 而今天 只非如 安之如之樂 友方自以為世界虛擬 就是一個大問題 有沒有想過世界本來就是平衡呢 虛擬和真實世界 它好像人生在陸地 魚生活在水底 互不干涉 友方以為 公告天下 就可以令世界變成烏托邦 就好像同一條魚說 你們脫離水底 學人類在陸地的生活才是正確 根本只是將友方的價值觀 強加在人身上 打破這個平衡之餘 又是否人人都承受到求真過程所帶來的痛苦呢 若然你只是可信力低 根本人只會拒絕相信 友方不是說說了不說都沒事 而是你會惹禍上身 友方一樣 十六世紀科學家布魯諾 提出無限宇宙論 希望令人不想有其他世界存在 最終被視為疑端邪說 布魯諾當中被人燒死 友方今天很輕鬆地公告天下 但說出世界是虛擬的你 又願不願意冒上成為下個布魯諾 被眾人燒死的風險呢 而若然友方今天可信力這麼高 全世界都相信你 只會形成更大的災難 十一世紀 至高無上的教廷跟我們說 我們要重獲聖地 恢復基督教榮光 就好像友方說到 叮叮 例解一樣 友方說到人類團結了 但最後心靈圖察 友方會不會扶上這個風險呢 各位 好 反方底負面發言時期是3分08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婚 接下來有請正方第二負面 可以到台前預備 試問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清楚 預備好可以說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把鏡頭調高一點 因為我看不到你的樣子 請問這樣可以嗎 OK 好 可以 主席、評判、溫和和各位 大家好 其實現在來到比賽的一半 我們知道友方同學論證辯題的標準 是要證明告知天下會有不可逆轉的劣處 而且會令到世界大亂 而我方現在想澄清 其實我方從來沒有說過 我們要逃出這個虛擬的世界 人生的意義是在於探索 而不是逃出新天 而他們聽完之後信不信 這是他們的選擇 我方也會尊重 比作是你 你寧願被人欺騙一輩子 還是告知事實 想知道事實是人之常情 就好像我方主編的男朋友 竟然被我發現了 他跟另一個女生拖著手出街 那我究竟應不應該跟我的主編說呢 我們面對事實的確不容易 生活不會作任何改變 但其實根據個人 他們會不會真的沒有思考呢 其實他們一個人 做一個慣性事情的時候 都有思考過 選擇過 所以才會作為一個這樣的決定 而他們不去改變 是他們的選擇 我們也無權去干預 當他們知道了這個事實之後 會不會繼續慣性生活 仍然是未知之數 但我方認為應該跟他們說 讓他們有機會改變他們的人生 擺脫他們的慣性生活 就算他們不相信 對他們也沒有影響 就過了他們應該有的生活 第二 是怕人在混亂 有關龍學今天說 事實原來會令到全人類頹廢 世界大亂 但為什麼一定會這樣呢 難道你發現自己有絕症 就一定會去殺人放火嗎 甚至可能會推翻宗教的思想 宗教會推陳出舊 不斷有新的思潮發生 基督教的出現 顛覆了猶太教 馬丁路德的出現 顛覆了天主教 而這些顛覆是否真的差 其實這些都可能進步 是人類探索真相的一個過程 第三 有方怕自己說真相 會令到自己被人攻擊或排擠 就好像比喻一樣 我們現在說的比喻 今天變台是次創作星 但跟現實世界都不是完全無關 在極權世界 人人都可以好平靜暗生活 但你發現到一些奇怪的證據 好像譬如政府不斷欺壓人民 不斷去騙他們 沒有錯誤 說了的確定自己會有危險 但有方同學是否會選擇被禁聲 和其他人這樣過一世呢 最後我想說 有方同學都未回答我關一副的問題 叮叮叮 好嗎 正方第二副面的發言時間是3分 16秒又過時需要求分 按在評判請在你們的分子上求取5分 好 接著有請反方第二副面 反方第二副面可以台前預備 請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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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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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文学全场只基于一件事 就是知情权 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为世界带来一大正面的意义 首先讨论知情权 到底是不是每一件事 每一个世界的人都要知道呢 五十一区曾经被人说他用来形容外星人 外星人的存在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有没有发现外星人这一件事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给普通的市民知道呢 不是的 因为外星人的发现症 就会颠覆了很多人对于传统科学观的思想 最终带来的后果就是科学家越越失去信任 所以其实不是每一件事都有必要给每一个人知道 知情权并不是绝对 而正正就是发现真相的人的责任 去评估自己讲了真相出来的影响 会有多大一个才是真正有责任的人 而第二件事就是人生的意义 有可能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探索 我方都明白不断探索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但问题就是当你的探索没有充点 甚至是充点只是海市巡流 是趋幻的时候 那意义仍然存在呢 今天我们在拍暗的隧道里面不断前行 在痛苦的不断前行 正正就是因为隧道的盡头有光 我们一直向着光线前行 但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光线只是气盘的射灯 那究竟不断前行这件事又有没有意义呢 探索的确在最后有结果的时候很有意义 但问题就是当你不断的等待 当你知道探索的最终只是得个吉的时候 那意义就接近是0 有方同学觉得摧毁人人生的意义 背入一个新的意义给他 就是最有用的东西 当大家不断生存 很多人为了名或了利 这些这么基本的原则 有方同学觉得要摧毁他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大家不要相信了 为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追尋真实世界 你可以不断的探索 但问题就是有多少人接受 有多少人接受这件事 最大的问题就是 当最后不断探索目标 都是虚幻的时候 又有多少人还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合道列车手》这个游戏 开放世界游戏 很多时候玩家都会不断地 去做出不同的犯罪行为 为什么 因为没有后果 当世界是虚幻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后果还存不存在 死人死了去 大家都是虚幻的 不要紧 坐监坐20年不要紧 因为大家都是虚幻 当所有事情失去后果的时候 作出的决定 会受多大的影响 所以就算就是失去后果 失去意义 最终人会变成什么 就是行事走狱 当大家已经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当大家已经失去了 对人生的控制 当大家已经失去了自由意志 当我们跟大家说这件事的时候 最终带来的 只会是极大的混乱 这个是否正是有方和我想见到的东西 是否就见到世界变得越混乱就好呢 今天有方同学如果真是抱持这个理念的话 基本上就同时 正正 所以有方今天提出的要紧瞒 正就是我们去承受这个痛苦 而换取世界的建议更加之好 这个正就是获得真相的人的责任 这个正就是一个有责任的本文应该做到的东西 谢谢 反方第二副面的发言时间是3分18秒有过时 亦都需要扣分的 今天都请在评论中指导 有没有一丁 有 有 有一丁有两丁的 不好意思主席 因为财下这一边好像都不是很听到 听不到一丁 其实都是听到一丁的 是 你听不到一丁还是两丁? 是 我听到一丁 是听到一丁 是听不到两丁 是的 我们所有的这个 就是根据赛规都有说的 那我们呢 如果听不到丁丁呢 其实这个也是 就是 不会作为一个不扣分的理由的 那我们都可以根据赛规则扣了先 那如果你们有任何认识都可以在比赛完之后 正式向赛会提出的 OK 那我们之后的录音也都会看看有没有丁丁的 OK 谢谢你先 那我们让比赛继续进行先 谢谢 好 那我们也请评判在分子上面才扣分的 谢谢 那接下来 那麻烦主席可能一间个丁丁可以提声发笑 好 我可以再提声发笑的 对 都方便翻身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麻烦你 是 好 那我也可以赴二手势的 如果你们这样 我一丁的时候会有一这个手势 两丁的时候会有二的 那你们都可以注意一下 那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便员 向反方台上发问提问 正方无权指定回答者 而反复都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员回应 台下发问时间有一分钟 台上准备一分钟 再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的15秒都会有一丁的提示 之后会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员 向正方台上便员提问 那发现时间同上 那双方各有两次的台下发问机会 而两条台下发问都可以由同一位便员提出 那请问双方对于赛规有没有问题 台下发问 如果没有的话 那请正方派出一位便员作第一次的台下发问 有很大的回音 请问现在听不听得清楚 清楚 请问悦方的同学是否听得清楚 可以的话向镜头挥一挥手 悦方的跟我听得清楚是否 可以 可以 那你有一分钟时间 可以的 请讲可以 可以 双方 初学家家理论都曾经提出了地动试这个理论 有方同学我想问一下 他最后都比较迫害自死 那么他是不是当初不应该提出这个理论呢? 多谢 好,准备时间开始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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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排出委邊緣作答 有方說加理律,我幫你講加理律,有方知不知道加理律最後的下場是怎樣? 被教廷宗教審判,軟禁一身,莫屈寡歡 有方是否為了幾千幾百年後所謂的肯定,都不知道有沒有,都為了這些肯定 而令自己成為社會眾矢之的,令自己蒙受這麼大的殺身之禍呢? 而若然有方這個發現本不是一個好事的時候,只會令自己的良心更加不好過 諾貝爾發明黃色炸藥,的確像加理律一樣做出了科學貢獻 但結果是什麼呢?黃色炸藥被用在不同的打仗軍事領域造成新靈塗炭 令諾貝爾死後都被人稱為殺人兇手,令他到死一直都維持感到後悔 而今天有方發現虛擬世界,我都會說,是會令到全球人類,他們沒有了目標 例如你只要今天辯論比賽你贏,是一個結果,一個故事情節的時候 叮叮,發言時間結束 接著我們有請反方的台下訪問同學 我看到了一個小時候 呼籲 嘩 阿晞 要發言 阿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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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有個清晰地指出 真人是要有獨立思考 自我認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方聽不懂 可不可以大聲一點重複條問題 大聲一點 好 我們 月方的台下麻煩你再測試一次你的 試咪 試咪 是可以 麻煩 麻煩月方的台下盡量大聲一點 麻煩你 重新計時開始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很矛盾 有方全場將自己定義為真人 先不論變題 從來都沒有說過你一定要是真人 重要的是有方清晰地指出 真人是要有獨立思考 自我認知 相反虛擬世界的人和沒有 奇怪了 既然虛擬世界的人沒有獨立思考 和自我認知 有方三個論點都告訴我們 虛擬世界的人 知考從而作出選擇和改變 還說他們有知情權 我相信是完全不解的 沒有獨立思考 沒有自我認知的人 根本是沒有思考能力 沒有決定能力 又談何改變呢 所以問題很簡單 虛擬世界的人 到底是有獨立思考還是沒有呢 如果沒有 我說完 這些人又如何求真呢 叮 現在有一分鐘時間給正方的台上同學預備 就結束了 一次 做完 兩分鐘 就結束了 全部 丁发言时间准备结束,现在邀请警方排出位台上边缘作答 预备好,可以说可以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是清楚的,可以 好,可以 丁 首先很感谢有方同学的发问 但其实我们看到有方同学这个发问的假设是基于一个很错误的逻辑底下 我们要解释今天的辩题,我们必须要清楚两个概念 第一就是我们人和话题是两种因素 一种是主观条件,第二种是客观条件 我方今天主辩的定义很清楚 人是说有独立思考 对于自己是人 这件事是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而这件事并不是好像有方同学所说 我们因为主一个不对的环境下 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人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 这个问题的逻辑已经错误了 多谢各位 好,接下来有请政方派出第二位台下发问 是,政方的第二位台下发问 可以吗? 请问听不听到? 是,再试多一次 请问听不听到? 清楚的 好,预备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评判镜头持的各位 根据有方同学刚才所说的各种科学理论例子 其实进化量都未完全证实到 那是不是不应该公主于世呢? 有方同学你现在都不可以肯定 你说的8%是对的 那你是不是不应该说话呢? 多谢 好,现在有一分钟时间给饭房准备 准备时间开始 是 可以 发习惯了 过来 发生了 事 很快 是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元作答 聽到嗎? 聽到 可以開始 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有方同學說 進化是否應該說 我們現在說的東西不是百分之百一定正確的 是否應該說 剛才有方同學這樣是在說謠謹事 我們講所謂真相之前 我們要評估對於世人的影響 進化論對世人所帶來的影響 比起世界是虛擬的 大家不斷地向前走的目標最終都是假的 這個影響有沒有可比性 我幫今日講的論證 對於虛擬世界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可比性 沒有 正正是因為虛擬世界這個說法 會對全世界的人有極其大的影響 而我講全場就跟你講這個影響是會極其負面 正就是因為人不會失去意義 人不會失去控制 這件事正是一個極大的負面影響 他人根本就只是跟人說 對於香港就沒有這個極其認知 多謝 接下來有請粵方的第二位和我發問 私密聽不聽到? 是,聽到的 預備好可以開始 預備好 還有各位 有關主題一開始就說 期望公告天下是那邊世界 要所有人有獨立思考探索真實世界 但當我就跟你講 原來講完之後 點人是不會理你的時候 有關一二二有趣了 承認最差的結果是沒有改變 是人的選擇 這就是我方說不應該說的原因 所以柔哥輸打贏 人信就是利處 不信都不幫你試打 可惜不是沒有改變 是分分鐘丟來殺身 被人視為異端 柔哥台下舉加利率的例子 我方都相信他沒想過會死 所以我們更加要以此為鏡 保護自己 最後想問柔哥 身為有獨立思考的人 為何不是明確保身 而是幾千年的後人 可能因為你的一句 而可能有改變呢?謝謝各位 接著是有一分鐘時間給正方台上預備 謝謝觀眾 謝謝你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排出電源作答 請問清楚嗎? 清楚 可以 其實有方堂其實沒問題,你不信你就會過你的日子 但是有方堂你不應該對所有人決定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無論好定壞其實你應該說 我們是將這個真相說出來 是將決定權和主動權交給那些人自己決定 而不是有方堂覺得,因為我認為這樣對你們好些 所以我決定整個世界都選擇是安於現況,甚至是隱藏這個真相 有方堂這件事是不對的,所以多謝各位 好,台下發問的環節已經全部進行完畢 以下即將進行這個結辯環節 在結辯開始之前會有1分鐘的時間給雙方結辯準備 我們一開始計時 好嗎? 我們兩下一大家記得 請問及我示範一次即將我示範 為何一個師僱佛的選擇 為何什麼需要呢? 我們現在能夠留心 準備的選擇 為何一個師僱佛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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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先请反方的结变 进行总结 听不听到 是清楚的 你有的发言时间是4分钟 可以开始 在座各位 其实今天这条面提 它好像是想我们去统论 到底应不应该向世界公布 某个极具爆炸性的资讯 爆炸到一些力量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稍微大声少少 下次正方的同学 如果你听不到 或者在他试音的都听不到 可以早点提出 否则会打断了 很抱歉 麻烦你 反方的同学请你再预备一次 麻烦你 听不听到 正方的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反方的同学麻烦你可能 多说一两句 麻烦你 听不听到 可不可以再大声少少 是 正方的同学 我想三位评判都听得清楚 是吗 是 我想反方的同学 你也测试多一次 正方的同学 可能你也尽量 听 因为 我想他的声线 可能很难 麻烦你 是 反方的同学 你可以再多说两句 麻烦你 大家好 我是反方 传华科学中学 听不听到 是 清楚的 麻烦你 好 那可以预备好 重新开始计时 请稍等 预备好 可以 可以 叮 座座各位 今天这条变题 眨眼看 他好像是想我们去讨论 到底应不应该向世界公布 某个极具爆炸性的资讯 爆炸到可以颠覆你的世界观 但其实背后想大家讨论的 是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想的就是 虚拟和真实 到底有没有分别 当虚拟的东西变得越来越真实 甚至比真实更加真实的时候 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去分真假呢 假如我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假如这场比赛 全官和陈瑞之的同学说的东西 在座三位评判听到的东西 乃至是螢幕前观众的反应 都只不过是有一条道馆接驳我们的大脑皮层 由外面通过这条道馆 将这些资讯感受传输去我们的脑子 但这刻要问的是 那又如何 当大家都很享受这场比赛的时候 这一刻是虚拟 令友方追求的真实 这点重要吗 电影《黑客帝国》正正就是描述这个情景 我们上班、上学、吃饭、拆牙、睡觉 这些全部都是程式指令的动作 在电影里面 有人将两粒药丸放在主角迷路面前 一粒是蓝色 食了之后 就会活在安逸、虚拟的世界 最后发生的事都早已注定 红色药丸呢 食了之后 会面对友方最想追求的真实世界 但人生就充满着种种痛苦 主角好像今天友方这样的 食了红色药丸 因为他们觉得人是有知情权 要知道真相 觉得自己很伟大 可以说出真相给人去选择 但友方又有没有想过 说了之后的后果 也都不明白 宣告天下之后 对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和痛苦 那友方又有没有能力 那么伟大去牺牲自己 去承传这个世界呢 正正好似电影里面 很少人都吃了红色药丸 成了之后 身处在一片充满荒谋 苦难的土地 所有人都衣衫蓝楼 没有担保释 真相往往可能是最痛苦 我怀疑我朋友出卖我 于是我希望找出真相 我怀疑我不是我爸爸的亲生 于是我去做亲子监定 这些情节 电影故事已经做得太多太多 结果是怎样我都不多说 理想的确很丰满 但现实永远都是罪骨感 所以说法式方言可能是人性里面 一个最善良的地方 说到这里我们都不可以否认一件事 也就是人和我们想象中想得这么坚强 蓝色若远才是真相的绝妙灵方 但假若你是一个有说话权的人 当你得知世界是虚拟的这个真相 全世界都不知得你知道的时候 你是绝对有责任去保守这个秘密 一个撕破大家美梦的秘密 去维持这个世界的稳定 人生色自幼幻始 可能无知才是人类最幸福的状态 就算世界是虚拟 但人的感觉是真实的 你赢了辩论比赛会开心 考试成绩差会伤心 但我们不会因为世界是虚拟 就不爱自己的家人 就放弃学业 就放弃辩论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你内心里面真实的感受 有方就跟我们说 这些是假的 是虚拟的 是没用的 我方都大方承认这些不是真实 是虚拟的 但当我们整个人生 都因为这些诚拟 而变得比真实更加真实的时候 分真假 又有没有方说得那么重要呢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 可以改变到生命的 只有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去拥抱生活 爱惜身边的人 开心地过好每天 香港人珍重 多谢各位 晚方的结变发言时间是3分54秒 没有过时无需求分 接下来有请 正方的结变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请坐 请坐 定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变来好像很麻烦 但其实我们回到最基本理解 我们就是说回知诚权和选择权 无论这件事 其实是好是坏 我们每个人都理应享有知诚权和选择权 因为虚拟世界是事实 而公布天下的后果是由所有人一起去选择 理应的 他的利弊和后果也是由所有人去承担 所以我们应该去做的是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和选择 而不是好像有欢和我骂我们那样 他一相情愿先入为主 去为他人做选择 既然有欢和我进入了这样的逻辑 那不要紧 我们还是回答有欢和我一些不好的问题 首先第一 有欢同学今天的逻辑就是认为虚拟世界是好的 于是我们不应该去打破这个世界 但是实际上我们怎样去量度这个虚拟世界 是否好是否坏 而他人最后做到的结果又是好 其实这些都是无法去量度 因为凡是皆有可能 我们没有人能够保值 现在这个虚拟世界究竟是好是坏 也都无法去互测人接受到的结果是好是坏 今天有欢同学的态度就是一直在逃避 逃避现实 逃避问题 有欢同学的行为 就好像我今天和朋友去下山 看到远方有条蛇 但是有欢同学因为觉得我和我的朋友说了 条蛇在这里 所以我的朋友会很害怕 于是 就会作出一些不适当的选择 可能会弄低什么 但实际上我们只有真的和我的朋友说 那里有条蛇 我的朋友才可以真正去作出选择 才有逃出新天的机会 于是有欢同学又有另一个疑问就是 是不是要改变 但实际有欢同学认为 今天虚拟世界是好 于是不想改变 但实际上我今天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 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改变世界 而是让人们去知道这个现实之后 去作出一个探索 再去作出取捨 选择去不去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尊重每个人思考的决定 正如刚刚有欢同学的结面所说 不信的人 其实他们都只是很正常的生活 于是我说今天的邏輯就是 当我公布天下 他有机会好 但是不会有机会更加差 其实我们今天变谈的核心 在于是人德之后的反应 但是正如我说过 我们很难去主观判断 这件事是属于好还是坏 做一步离调 我们是说每天都有知情权 而公布天下 就很有助人去了解和研究世界 他有助人去探索真正的世界 正如拿回有方同学 今天举出加利略的例子 他公布地洞雪当时 没错那时是受到逼寒 但我们长于现在来看 有没有人会不尊重加利略 会认为他说的东西是错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说的东西 他当时公布天下这个决定 其实是正正帮全人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让人们去继续探索 而最后去到人的定义 我方今天的主观定义也很清晰 人是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不仅是说能够思考 还包括自己是人 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和道德 而有方同学举出一些惯性思维的例子 其实我方认为这种都只是一种态度 是人经过了独立思考之后 他衡量过利弊之后去做的决定 所以有方同学不可以很断窗取耳 这些就不是人 或者他没有独立思想 去到最后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是物认了虚拟一定是好 而且人的反应一定不好 但其实这些很错误假设 我们人类生存的意义 不应该只是很舒服求安稳 当然你可以这样选择 但实际上人类世界 无论是否虚拟 其实它都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即使我们的世界是虚拟 其实我们一样要探索这个虚拟世界背后的定理 不断探索只是人存在的目标 而不是说我们因应的结果 于是我们选择去不去探索 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虚拟 就隐藏虚拟 我们才失去了 叮叮 因为我们不再是理性 又独立思想的存在 最后请以我以哲学家迪卡尔的句话总结 我师父我作 多谢各位 警方主便发言时间为4分09秒 没有过时 无需求分 比赛过一段落 请大家稍等一下 给评判总结他们的分数 也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 先选出三位表要交界的辩论员 然后再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到3分 次佳一位得到2分 而余下一位得到1分 好 亦都想请评判 可以为今天的比赛进行点评 请问有没有哪位评判 方便可以先进行点评 如果没有特别的意愿 我按照我眼前的次序 我们先请今天第一位评判 请问罗斯华老师 帮忙给一些评论 是 大家好 其实我想说 我未给完分数 可不可以第二位评判先说 如果是这样 我们顺着次序 王君豪先生请问你准备好吗 是 不好意思 是 听不到你说话 是 应该没声音的 是 不好意思 是 听不到你说话 是 应该没声音的 谢谢 谢谢 首先我先说一说双方的主线 正方的立论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整个立场都很保守 怎样呢 就是你提出了给大家探索一下 探索一下有好处 但是不探索的话 也没有什么备处 所以说给大家一些 给大家去决定 给大家去追尋 探索就是它的意义 主编一开出来的时候 就 但是感觉是 例子好像又不是太旧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主编讲完之后 到后场的时候 一直这样讲下去 我就会想 大家要去继续探索 例如有什么例子 就是 只是跟我说 要去追求真美 意义追求真美 说了很多次 但是 随着反方不断执行就会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呢 追求意义在于哪里呢 但是到后场的时候 就是正方的说法是说 我们就算人们不相信也好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 但是到后面越讲的时候 所以反方其实 不是正方来讲正常 到后场 那你的做法应该是将反方所说 可能做到的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会发生的不好的后果 那你就是基本上全攻他的 去反对他 但是在全场的时候 我又觉得 反方提出的一些弊处 正方好像又不是说 很具说服力的去 清理一些问题 甚至到用例上面 就是一副二副都有讲的 譬如出轨的时候 应不应该告诉当事人 就是说 应该说给被梦在故里的人 知道 但是我会想的是 如果你真的跟他说了 那是不是他不相信 就会没有什么后果呢 就算我不相信也好 是好还是不好呢 譬如有人告诉我 我伴侣出轨了 就算可能我不相信你说话 那不相信你说话 可能跟朋友会吵架 就说你干什么冤枉我伴侣 那可能这样是一个 不好的现况的后果 又或者 可能我会开始去怀疑 这段关系 可能又是一个不好的后果 所以用例上面 就是小心一点 就是正方 是的 而我会感觉到后面的时候 都是 不是太多推进 而反方分了两步去说 第一个是说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就会被人处死 接着到 第二个论点就是 如果大家相信的话 就会没有动力向前 那后面是有一些例子 就是深刻一点的例子 就是那个 合道列车手 就是GTA 那是的 就是任杀人没有后果这样 那 这个听的例子是比较 记得的就是 因为如果整个世界虚拟的 没有后果的 那大家就会可能 互作非为 那但是在前场 反方说的说法 就纯粹说是消极平静不前 那对面是 就是反方是到二副才开始说 他会做出一些 可能是对此GTA入平的行为 而正方二副一出来 就已经问说 那是不是有绝症 就会去杀人放火啊 那这样 但是我会想 那别人本身 反方的 论点二是说 会消极平静不前 那 真是心患绝症的话 那有些人会不会就是很 人生没有意义 那终日就是睡在病床上 然后之后 就这样就离开呢 那所以 是的 这些例子上面 想一想 用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 和理想论症的东西 一定是对 或者可以类比的地方有多少 那而 正方这件事情 而反方所说 要去一个 就是 反方一副一出来 就捉对手 说 有方和你想要的目标 是追求新世界 就是去找一个新世界出来 然后就说 那么大这样 可能未必找到 或者可能信不信 或者实生之话等等 但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 但是你好像 不是很认真听到 正方的说法 因为正方的说法 不是真的要去 成功 找到真世界 纯粹是 我们应该要去 继续去探索 那所以 这个前提 就是 足够的时候 想清楚 或者再听清楚 再听清楚 一些些 到最后场的时候 有一个例子 叫做 就是加理略 那正方说 加理略说完之后 是不是不应该 就是加理略说完 对世人有影响 那是不是不应该公告天下 那这样 但是反方的说法就是 加理略当时被人处死 他很惨 那 就反过来问政方 你怎么肯定 几千年之后 真的有人会相信你的说法 但是 政方如果想更加好 去运用加理略这个例子的话 可以尝试说一下 就是 加理略他说完出来之后 没错 在当道会被人处死 但是为什么在几千年后 就会 无端端 是会有人去认同 或者有人去发掘这件事情 是因为当一些 可能一些想法 一些大家都没有想过的想法 可能说过出来之后 那就会开始有人会去 怀疑 会去想 会去尝试去求证 所以 到了几千年之后 加理略他 就算这样被人处死 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这样的话 会比较证明到 为什么 就算在当代来说 可能大家都会不相信 我仍然都要说出来 仍然要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 对 对 接着之后 到最后 反方 到后场的时候 就是前场说 如果公共天下会有 一些问题 就是说 什么会 可能 倒退啊 或者可能普通人会 不信啊 到最后一方的立场 就是反方的立场 就是说 一个 虚言 就是有没有必要去破坏这个美梦 但是 可以想一想的是 是不是真的活在一个美梦里面 是不是真的所有人都活在美梦里面 就算在这个虚言世界里面 是的 我的评语大致就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王先生 接着我们有请罗老师给一些评语 谢谢罗老师 那我只是说一点点 首先我觉得其实 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 如果你说那个虚拟 或者是现实那样东西 似乎大家都将它可能是 就是假设了是一些 好或者不好的情况 就是例如说可能正方就是觉得 其实现在 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样 那可能大家就会参加一个更好的情况 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反过来反方的想法就是刚刚很相反 就是会觉得 假设了这个世界就是 就是本身很均匀 是吧 但是如果你 就是说真相出来 可能结果是更差 那就是这些是一些假设 但是完全可以是相反的 但是其实 想法是 就是 就是 例如说 正方来说 可能现在的情况就是 很好 那但是结果你 说了出来 那结果可以很差 那反方 反过来就是可以是 现在的情况很差 但是实际上 说了真相出来之后 可以的结果是很好 都可以的 那所以其实是 就是我觉得大家 其实是假设了很多事情 那那个结果是好 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呢 就是大家 未必这个 其实是大家 那个讨论的核心来的 因为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觉得呢 你如果是譬如说 譬如说 你不断地在说 我说真相出来 可能就是用 加利略那些说 那可能大家 就是地缘说 或者是 就是 或者其实是 到底是不是应该 就是哥伯尼那些 就是觉得地球 是不是 是世界的中心 就是你说 就是他觉得不是的 应该是地球 围着那些太人转的 那就是 这些说出来的之后呢 那实际上 是真的有贡献的 是真的有贡献的 但是也都有可能就是 你说了真相出来之后 结果是更差的 就是这个正方的问题 那反方就反过来 就是什么都说了出来 可能更差的 那些人就会弄死我 但是会不会 其实是反过来 就是你 你说的那个情况就是 你好似是 当你玩游戏那样 就是你 假设现在就是一个 就是动物生友会 是不是 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小乡村里面 那会不会现在呢 是个杀陆战场 那就是 你说的真相出来 哦原来 你突破了之后 你就可以 去到个天堂了 是不是 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 可以反过来的 是吧 就是 就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 很如坏那样 真是 其实大家应该要 决定的一个 的重点 就是 大家讨论的重点 就是这件事我觉得 其实值得大家去想 那我觉得 其实这场比赛最主要的 就是大家用那个 例子上面的 那 那其实我觉得 两边都是有些问题的 就是 正方来说先 正方来说先 就是 就举了一件事 就是说那个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那这件事我觉得 其实是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 用呢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我有些保留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 宗教本身 其实你 是不是揭露真相呢 那这个都 就是 我也觉得其实 就是 未必是一个 大家 就是想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是在说 可能 他 就是 整个世界都被 这个天主教教会 在那里骗 就是 会不会其实 基督教教会 都是骗着人 就是 这个 这个都很难说的 其实你说 他就是 终极改革这个例子 我觉得其实 会不会有 其他更加恰当 那譬如 反方来说 有很多例子 其实反方的例子 我觉得 有些都用得不错的 就是 例如说 其实那个Matrix 那部戏 就是我看了的 Matrix 那部戏 就是不错的例子 但是 我觉得 其实就是 要讲多一点 或者 其实正方 其实如果你猜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电影 你看过电影来说 你都应该是 就是 会用一些电影 那些实际的情况 来说 那实际上来说 就是 如果你说Matrix 那个 有些人会觉得 那个结果是很差的 但是我觉得 其实那个结果 说它不是很差的 原因是 就是 它去到一个世界 它发现 那个世界 污染得很厉害 就是 电脑控制在一起 那它会不会 能够去做一些改变呢 令到其实整个世界 真实的世界 是回复回一个正常的情况呢 那这样 因为如果你是再 引游这个世界 继续污染下去 那是不是这个世界 就会灭亡 而反过来 你去摆脱了 那个电脑的控制 是吧 就是令到这个世界 回复回一个 就是更加好的情况 那就是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 就是反方的用例 就是说 就是你根据那个电影 说一些 合乎自己利益的内容 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就是 正方来说 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是 你又就是 应该要 想过这件事的 就是一些电影 它是会不会有 一些相关的情节的 那如果你知道 或者可以 拿回那些情节 去 就是去 去说 那这个大家可以是 去留意的地方 就是用例上面 我觉得其实可以 更加贴切 好 那所以呢 就是我觉得来说 就是最主要 我自己个人看法 这场比赛就是 会看一下 就是各别的辩元 他们那个的 因为内容上两边 其实都不是很能够 就是觉得说服到我 那所以其实会变成 就是我会看那个技巧 多一些 那这个就是我的取态 我交给下一个辩元 就是一个评判 好 谢谢浩斯华老师 那接着我们有请 第三位评判 朱伟东先生 给一些评论 谢谢 大家好 我自己觉得 其实神场 就是 我最大的感觉 就是 前半场 其实正反 那个 互相交锋的位置 不算很多 我意思是 又未去到自说自话 那么严重 就是你们是 有反驳的 那这些反驳 其实都是一些对方有说话 但是令我觉得有少少是 你们用了一些 已经准 我想大约有七至八成 准备好的内容 然后再回答一些 一些 一两句 很临障的东西 但是呢 就会令到我觉得 有一些其实对面说到 我自己觉得很inspiring的东西 或者一些很印象深刻的例子 其实我很期待对面会怎么回应呢 但是你们又没有很真实去回应 例如我说 政方有什么事 例如政方呢 我不知道是事愿还是什么 他们很喜欢说他们正主的男朋友出轨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说了几次 反方 其实我觉得是有需要 而且我也想听一下 你们如何去解释这个例子 是的 这样 我自己想到的例如 例如 这个可能有点危险 因为我在想 前面是说 例如说 你知道 是一个虚拟世界 知道这个字 会不会意味着 你心中所想还是真相 知道会不会 其实可能都是一种误会 我不知道 但是 假设用我自己第一个思路去想的就是 你看到你那个疑似 或者是正是你的朋友 男朋友 有外遇 那会不会是一些误会 例如你认错人 或者那个 可能是真的他男朋友 但是他在拖的那个 可能是他妹妹 或者可能在拍电影 但是 若然你以为他是出轨 你觉得很有责任 你要跟你跟你 增长正义 你要跟你朋友说 但是原来 就是一些 你可能离解了他们 因为你可能发放了一些错误的资讯 那就会变成可能 明明别人是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 但是就会突然间 让你这样说一说 接着 双方就会开始猜忌 开始对对方起疑心 不再信任 或者可能信任的基础博了 那这些的后果呢 其实 都是反方应该说 因为其实跟你们说的 是对的 就是跟你们说的 就是跟你们说的 是吻合的 例如 或者这样说 就是 或者除了这件事之外 例如 那个 事主 就是 被 出卖的那个女孩 可能其实他不想知道的 因为有时候 你不停 例如感情很多 你看电影 或者现实生活都会遇到 就是 他可能 潜意识是觉得 他另一半是有机会有外遇的 但是其实他内心是不想接受 或者他不想知道 就是那些 我不想日证据 令到我真的知道 原来这件事真的有发生的 那可能会对他 令他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 可能会令到他有很多 很负面的程序 他就会 我其实我宁愿 不知道这件事好些 那这件事开始 就是有时候 可能不知道 看电影或现实生活都会这样 就是他会开始 谨慌那个揭发真相的人 那这件事就会牵涉到 反方应该说的那件事就是 会不会你揭发的真相 反而会令到你自己有危险呢 例如一些 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是牵涉到这条片 回来就是 这个额危险就是说的 因为这个虚异世界 其实你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什么人 这件事都是反方一直说的 就是很多未知之数 反方可能是真实的 可能是 虚异但是他是一个很 平平无奇的一个村民 但他也可以是虚异 但是他可能有些任务在身的 因为我相信 无端有一个虚异世界 可能是 背后有些人 有些目的要持立一个世界 那 如果 你揭发了出来 那你身边的人 可能 其实他们是有些任务在身 例如他知道 原来你知道我们是一个虚异世界 那他会对你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这些 其实是能够透过正方的例子 去带回他那边 反方自己说的论点出来 但是呢 回应是没有什么的 另外 反方其实也是一些例子 我觉得正方可以说 例如51区外星人 反方自己就会说 其实51区外星人是否存在 其实大家都不一定要知道 但是 他在香港怎么这么说 因为51区不关他事 但是如果住在美国的人 就会觉得 蛤 为什么 原来我自己住在这个地方 旁边是有 外星人是有这样的 坦策活动进行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是做什么呢 那这些其实 是不是真的 没有必要知道呢 世界 这件事 反方就很大胆 说出来 那他做就做吧 你不一定要跟人说 但是 就是正方 其实就是 若然你们有这么高的理念 就是觉得 人是应该有知诚权的 人是应该 有探索的 一个追求的 那我觉得其实 反方有很多例子 其实你可以拿出来说的 但是很多 云云众都说的例子 似乎只有 一开始 那个全球暖化 是大家都有见过一下 那之后就开始掉了 就是这些例子 可能自己说完 说了两三次 其实对面都没有人理你 那我觉得这个就 很可惜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应该 比较多了 但是 就是说完出来 对面又不接 然后你就继续说 那就有点无谓 所以我的奇闻 就是大家都很尝尝 回应多些对面的例子 因为你不是真的 回应一个点 有时候的例子 其实都可能是 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到的 那另外呢 我觉得今天呢 在论证上 我觉得 对面 不是论证 我意思是逻辑上 大家有些 尤其是反方 我觉得有一个位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 但是我不知道 你前面好像没有怎么看过 就是正方 他们不断强调一件事就是 他就说 你先说了 你身边的人 可能是真 可能是假 可能是他们接受 可能是他们不接受 但是你先说了 那接受的人 就接受 他就只是决定 不接受的人 就由他继续 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邻辑上 我一开始听说 我觉得可以的 直到反方在台下 他就 带出这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都挺输打赢的 就是 你 说了出来 揭发了真相 然后你影响到 改变了世界 或者你吸引到别人 你就觉得自己很威力 但是如果你别人不信 你觉得你是 你觉得你是在造谣的 甚至对你有一些 不好的威胁 然后就觉得 不关我事 教我说出去 那这些 我觉得 这个书带营的概念 我觉得挺好 因为其实都挺 挺拆到对面的论性责任的 就是 反方就会拿出来说 为什么你这样都可以 其实你没有论性过的 对的就代我自己 不对的就说 不关自己的事 但是 去到台下先拿出来说 我觉得攻击力有限 如果这件事情 在反主 或者你当吉傅 拿出来说 其实对面要回应的 时间 或者他的责任也很重要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有少少浪费的 是的 我的意见大致上 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朱先生 也也谢谢三位评判 赛果已经在我手了 我即将公布今天的赛果 在公布今天赛果之前 才公布今天最佳辩论员的奖项 由于今天最佳辩论员有两位同分 分别是正方结辩和反方主辩 我们再计算一个细分之后 今天的比赛最佳辩论员是 反方的主辩陈燕乐同学 恭喜陈燕乐同学 至于今天的赛果将会以票数作决定 正方得票为一票 反方得票为两票 毋然之今天胜出的同学 是反方全弯观纳中学的同学 恭喜双方的同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